对对感同身受非常深 因为Zozo说因为每个人观点不一样嘛 有人喜欢你自然会有人不喜欢你 做自己就好 Kori说肯书好险啊 好啦就继续回来陪我们一起聊天吧 明俊说哈喽 薰薰茶点歌哦 爱因为在心中 这首歌非常也是群星唱的是吗 我不知道耶 这首歌之前我非常喜欢 好 没关系我们 等一下我看如果下载得到我们就播哦 好 一句话改变一切 也可以帮到老伯伯 Chansho works Chansho Joseph很感同身受的感觉哦 好 那琼威你 那么 就是你有没有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些 故事 故事 对 还是 就是关于今天这个课题的小故事啦 其实是很短很短而已啦 就是 一个妈妈 就是早上醒来的时候呢 早上醒来的时候就看到儿子 就是他的小孩 就是他的孩子嘛 在睡觉嘛 就不叫醒他咯 然后就出门去买早餐 去买菜 然后他心想说孩子回来的时候 自己回来的时候呢 孩子也应该还没有睡醒 就偷偷出去 这样子 然后呢 出门去了 然后买好菜 之后回来的时候呢 因为他们是住在十一楼的 住在十一楼 嗯 就从楼下望上去 他的孩子在跟他招手 在窗旁边对吗 对 窗旁边跟他招手的妈妈妈妈 这样子跟他招手 然后呢 他的妈妈就 哦 看孩子醒了 可是这个孩子的举动 让妈妈很担心 因为孩子一直在狂招手 就很兴奋的看到妈妈 妈妈妈妈这样子嘛 然后 这个妈妈就非常担心 在担心那一刻呢 这个就不想要发生的事情发生了 难道 小孩 那个孩子就从十一楼 不小心就摔了下来 摔了下来之后呢 那个妈妈 第一时间呢 就不过 她提了非常多的菜嘛 嗯 就是 那些 一袋一袋的东西呢 就 抛下了所有东西 然后 就不过一切的 跑过去 往前冲 冲去 抱住他的孩子 救了他孩子一命 所以他是 成功的 抱着了他的孩子吗 就抱着了孩子 然后 孩子 没有死 没有死掉 就活了下来 没有事情 只是轻伤 这样子 嗯 然后呢 就是 过后呢 就有人 很多专家 就 觉得非常疑惑 因为 妈妈站的位置呢 跟那个孩子 摔下来的位置呢 那个重力加速度 应该 对 很可怕吧 对 因为 那个成功率 成功救活 那个孩子的 那个几率呢 是非常小 而且是不可能的 因为他们 找的专家 计算过的 那个 那个距离 妈妈站的距离 其实没有很靠近 嗯 就不解 为什么 妈妈会在 那个时间 就飞奔到 那个孩子 跌下来的地方 哇 果然是 爱的力量 和妈妈做到了 哎 我看到 有失败 我隐隐约 看到心一草说 妈妈死了 妈妈没死了 妈妈没死了 就救活的孩子 他也没死哦 可能就是 受伤 这样子 Superman不确 就是生活在 同货世界嘛 那其实呢 其实 他妈妈呢 就是 之后呢 专家 有做过 这一类的调查 说 就是 找了一个 就是跑得很快的人呢 或者很有力的人呢 去做一个 这个测试 也是不能啦 也是没有办法 办得到的 他妈妈 站的那个位置 跟那个小孩子 摔下来的位置 是没有办法 真的是不成功的 嗯 可是呢 这个妈妈做到了 然后过后 就有记者 去采访她的时候呢 那妈妈怎么回答呢 妈妈说 她在那一刻的时候 她没有想到 她能不能 做到这个事情 她一想到的是 她要做到这个事情 嗯 她觉得 再说多那句 名言名言 什么名言呢 就是妈妈说 对 妈妈说的那句话 她那时候 就没有想说 她能不能 能不能做到 她要做 她要做到这个事情 嗯 所以她就做到了 就是我觉得 这是爱的信念啊 嗯 非常非常的 奥妙 然后非常非常的伟大 爱的力量耶 嗯 这个信念 非常味道 嗯 好 我们看 薰薰草说 是幸运 Joseph也说 是爱的力量 或许是幸运吧 嗯 对 或许是幸运 可是我觉得 那么 就做了测试 专家测试了之后 那么多人都 不可能 不可能救到 那个孩子 可是那个妈妈 确实是一个普通人耶 她也不是什么大力士 也不是什么赛跑健将 她就救到了她孩子一命 嗯 我觉得 真的是非常的奥妙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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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我想说 其实 在我们平凡当中 我觉得 最闪亮的那颗星星 就是妈妈了 妈妈 对 妈妈真的是 就是母亲的爱嘛 对耶 真的 很像 你没有发生什么事 你还没有感觉得到 等你发生了 就是 一些事情 妈妈就会 爸爸妈妈就会 很像 怎么说 对你的 那种爱的力量 就是一个母爱 对 其实 我们自己做妈妈了 就会懂了 是不是 就怀胎 怀胎了生小孩 好 这样子 我们就会体会 妈妈 那个 对儿子 那一份顾虑的心 是不是 对 那个 谁说 Dosa说是爱的力量 勇掌说 母爱的伟大 会激发人 潜在能量 没错 说的一点也没错 对 开心会长 开心会长 刚才偷偷的走过 你也可以来留言一下 跟我们分享一些 身边感动的故事 OK 酷里说 Love has achieved the speed of light 它还有个爱心 光束 嗯 好 来 妈妈最伟大 I love my mother Mark Kammy也说 我爱妈妈 就非常想念妈妈 是不是 现在 大家都 激发出 Win Win 你也说 爱抱妈咪 哦 对对对 那是虚拟草吗 虚拟草你几岁了 哎呦 寂寞麻头 你也有常常抱妈妈的习惯吗 就是跟妈妈拥抱 还好 就是 可是每次 会害羞 东方人都比较 对啊 比较害羞 可是每次 就是跟妈妈离别 就是我要上来 K.O.O. 读书的时候 妈妈就每次 对舍不得我就抱抱我 每次都有一种 想哭的感觉 嗯 所以大家 就是 可以 就 就 行动吧 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吧 对 不是 你想 就是你要做的事情 就赶快去做吧 嗯 因为我们这样说 年龄是女生的秘密 OK 好 不问 Kulish说 她没有抱过她妈妈我 Never OK 没关系 那么你 今晚回家 立刻去抱妈妈 跟她说我爱你 对 大家 今晚我们 要跟我们的爸爸妈妈说 我爱你 想做的就去做吧 Tech들说 14岁以后 没抱过 长大的就没抱过 小时候就很满家 是不是 姊姊妈咪 这样子 20多岁了 女儿会比较亲妈妈 嗯 也对啦 是不是男生就 跟爸爸的感情 会比较好 还是跟妈妈的感情 比较好呢 男生嗎? 女子嗎? 我覺得要看那個 頭不頭緣吧 跟爸爸還是媽媽 還是可能 比較疼誰啊 比較疼爸爸還是媽媽 可是我覺得女兒跟爸爸呢 感情比較疏遠的感覺 我覺得也不一定耶 我覺得女兒跟父親 那個感情可以好到 兩個人一手牽手去走街 你跟你爸爸是 這樣的相處模式嗎? 爸爸有一起 撐著傘走在那個 雨傘 浪漫的雨傘散步嗎? 對,雨傘逛 其實也可以很好啦 爸爸也是 兒子跟媽媽會比較好 女兒跟爸爸會比較好 那個是小時候人 的說法啦 可是我覺得都會的 開心會長說 我現在和媽媽出去 會牽著她的手耶 好好喔 開心會長是男生的 是嗎? 是,應該是男生吧 對吧 心理草說我跟爸爸 手牽手出去 爸爸手牽手出去的 那也沒有被誤會 你們是男女朋友啊 因為有一些可能爸爸很年輕嘛 所以大家 看來大家都還蠻愛自己的爸爸媽媽的齁 好 女兒是爸爸的前世情人 女兒是爸爸的前世情人 對啊,你相信嗎? 其實我相信的 我也是相信 有一個非常獨特的一個 一個感覺 對爸爸 說到爸爸 今天是我爸爸的生日 真的嗎? 真的 祝你爸爸生日快樂 我們大家一起祝阿鄧的爸爸生日快樂 幫我祝他生日快樂 有沒有生日歌啊? Happy birthday 自己唱啊 Happy birthday to you Woo 為什麼笑 這是 這是 Party嘛 對 我好想念我爸爸欸 說到這裡 你的爸爸是叫什麼名字啊? 叫 任明 鄧什麼 鄧任明 鄧任明 對 鄧任明 先生 鄧爸爸生日快樂 幾歲了爸爸 我爸爸 56 56歲 其實還蠻年輕的啦 他有娃娃脸 我好想回家 你有分享是吗 有 还蛮可爱的 你爸爸长得 是 长得跟我还蛮像 脸圆圆 希望你的爸爸 就可以美梦成真 我也希望他 身体健康 对 身体健康最重要 好 那我们现在来 这里大家都在 祝你的爸爸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谢谢你们 我会把这个screenshot 然后给我爸爸看 牛衣快乐 什么叫牛衣快乐 牛衣快乐是 牛衣 不好 我会广东 好好好 我拍起来 然后给我爸爸看 他应该很感动 我们这里晚面都很有心 好有爱 好 广东话 墙头上的杂草说 嗯 我不会广东话 其实 Gisa你会广东话吗 我也不太会 其实 不太会 没关系呢 我们现在小休一下 嗯 我们来听一首 熊天平的火柴天堂 也是一首非常温馨的歌曲吧 嗯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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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如果相信大家如果看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的话 当然是这首歌有一定的感同身受啦 对 Trisha最近就是刚才说到星星嘛 最近就是有一位伟大的星星 卡巴星先生过世了 所以就在这里就献上我们最 就是为他一起哀悼嘛 对 为他一起哀悼 可是呢 说起卡巴星啊 就是我们近年的卡巴星啊 就是在生前呢 就为人呢 就是非常的 非常友友爱啦 然后非常善良 就带人处事 方面呢都非常的 很好 对 他帮了很多死刑犯嘛 逃 逃 逃过法律的 脱罪 对 脱罪 然后其实因为他个人是反对死刑 死刑的这块惩罚啦 所以他帮助了很多人 然后在报章上也可以看到 非常多的人 对 非常感恩他